我们这节课呢 将为大家讲解的是 我们的这个有关于这个AE中的这个摄像机工具啊 它的一个使用方法 那首先呢 我们在讲解摄像机之前呢 我们先调入一些这个素材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呢 调入一个这个 cdpng的这个文件 把它导入进来 完了以后呢 我们基于这个素材的这个大小呢 给它创建一个合成组 那这样的话会牵扯到一个技巧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在这里 这个项目窗口这里呢 单机水面右键 去给它新建一个合成组的时候 如果我们现在建的这个合成组 偏大或者偏小的话 都不利于我们这个素材 它整体的一个调整 那我们现在这个素材 它整体的这个大小呢 是1990乘以800 那我们在这里呢 新建合成组 将这个数值呢 一定要也要给它设置成 1990乘以800 那这样的话 最终这个素材呢 才可以给它导入进来 显然呢 我们通过这种方法呢 是稍微有一些麻烦 那如何是如何做到 就是说通过我们这个素材 这个大小呢 直接去给它创建一个合成组 最简便的方法呢 我们就一看 鼠标组件呢 点选这个素材 然后将这个素材选中以后呢 往这个新建合成组 这个菜单命令这里呢 去给它拖转 这也是一个快捷方法 那拖转进去以后 会发现直接在我们的 这个合成组这里呢 就会显示出来 我们的这个素材 而且呢 这个素材呢 是在这个合成组内部 我们注意看 内部 就不需要就省去了 将这个素材 再去给它拖转进来 而且还要调整出来 这个合成组 跟这个素材这个大小是一致 那这样的话 显然会比较麻烦的 那我们现在调整好的 这个文件了以后呢 我们看一下摄像机工具 它的一个这个使用方法 那首先呢 这个素材建议好了以后呢 我们注意看 这个素材呢 它是一张图片 所谓图片呢 都是二维的一些 这个 都是含有一些 这个二维的一些 这个属性 并不带有这种三维属性 比如说我可以旋转一下 这个素材 转到这个素材的后方去 也可以看到 或者侧面也可以看到 这个素材 它的一个厚度 或者一个角度什么的 但是呢 对于我们这种图片啊 如果我们来回的 去给它宣传的话 其实我们只能看到 一个面而已 也就是一个非常 非常单薄的一个面 如果我们转到左面 左边去看这张素材的话 其实它是一条线 如何去理解它呢 我们先看一下 在这个 菜单栏 工具栏这里 选择这个摄像机工具 然后呢 我们注意看在这里呢 按住手标左键 不放弃旋转 它的时候 发现一点效果都没有 那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呢 如果我们要使用 这个摄像机工具的话 我们需要在这个 CCD 也就是它的这个 合成组里面呢 去给它创建一个摄像机 才可以 那在这里呢 新建命令这里呢 我们选择 也就是在它 灰色区域这里 单机鼠标右键 有一个新建 新建 有一个新建摄像机 对于这个摄像机 它的一个参数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这个28毫米和这个200毫米 这个参数这里选择 上面 我们一般情况下 我们选择35毫米 或者28毫米 如果是数值越小的话 我们最终这个摄像机 推到我们这个素材 这个素材的这个位置上面 离我们这个素材的这个镜头 离我们这个素材的这个位置 距离 也就会越近 那如果这个数值越大的话 最终我们说我们镜头 看到我们这个素材的这个距离 也就越远 还有就是我们也可以通过 自定义来设置我们这个镜头毫米数 比如说在这里 我们选择它的这个35毫米 然后选择决定 然后紧接会弹出一个警告 这个警告它的意思 就是说这个如果牵承到三维的话 我们就必须要将我们现有的这个二维的图层 给它转化成三维层才可以 首先在这里会弹出的这个警告窗口 就是要提示我们要将这个三维属性给它打开 然后我们在这里先选择确定 然后将下一个CD的这个PNG的这个文件 对应的后方 我们注意看这个属性其实就是3D图层 我们将鼠标左肩放到这里 会有一个起泡窗口 这个窗口就是3D图层 允许在三维中操作次图层 那好 那如果我们要让这个摄像机 作用在我们的这个素材上的话 那我们首先这个素材的必须是三维层 那么同样 如果这个素材如果不是三维层的话 我们去调整这个摄像机 最终就不会影响到这个层 一般情况下 背景层我们是不给它打开三维层属性的 因为背景始终是有一个固有的颜色 所以说我们去调整它的话 首先我们是不希望这个背景 是受到这个摄像机的影响 所以说你只需要将这个背景的三维层 给它关掉就可以了 受影响的这个层的这个三维开关 再给它打开就可以了 那我们将这个层的这个属性 这个三维属性给它打开了以后 会发现这个层的中间的这个点 就变成了一个这个坐标轴 这个坐标轴 其实它是有三个轴向 首先我们注意看横向的这个红色的这个轴向 是X轴 纵向的这个绿色的这个轴向 是Y轴 还有垂直由我们现在这个室口窗的这个角度的这个蓝颜色的这个轴向 其实它是一个Z轴 也就是纵深方向 纵深方向 三维层的这个属性 就是比二维层的这个属性 多了一个纵深方向的一个轴向 还有就是我们去旋转它的时候 我们可以旋转到这个物体整体它的一个侧面或者什么的都可以 好了 我们现在场景中的合成组中有了这个摄像机以后 我们再选择工具栏这里的这个摄像机工具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按住鼠标左肩不放 这个摄像机工具会弹出几个选项 首先最后一个选项是跟踪Z摄像机工具 也就是说呢其实就是前后前后的一个效果 前后推拉的一个效果 你注意看 前后推拉的效果 它呢就是我们在这个 跟踪XY摄像机工具这里呢 选项这里呢 按住鼠标左肩不放 其实呢这个是左右移动这个摄像机角度的问题 但是我们现在左右去移动 或者说前后去推拉的时候呢 我们调整的并不是素材 而是调整的是这个摄像机 这个呢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将这个摄像机的眼镜呢 给它关掉了以后 比如说我们现在调整到这个位置上的时候 我们将这个摄像机的眼睛关掉了以后 会发现这个素材呢 又跑到中间这个位置上来了 这个层呢 它的这个前面的这个眼镜呢 就是消影的一个开关 也就是关闭和打开的一个开关 那我们现在打开了以后呢 现在的这个角度呢 就是摄像机的角度 还有呢就是如果现在这个角度 是摄像机的角度的话 在这里呢会显示摄像机的这个名称 也就是摄像机一 但是呢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整体合成组的这个下方 这里显示的是活动摄像机 而不是摄像机一 其实是活动摄像机呢 其实就是我们上场景中的这个摄像机一 那为什么在这里显示的活动摄像机 而不是显示的摄像机一呢 其实当场景中只有一台摄像机的时候 在这里显示的活动摄像机的话 其实就是指的是摄像机一 我们也可以鼠标组件的调到摄像机一上面来 没有任何意义我们会发现 因为场景中只有一台摄像机 我们不需要去来回切换 所以说这个呢 这里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摄像机呢 它具体是活动摄像机 还是摄像机一的问题 为什么它的这个名称 跟它对不上了这个问题 我可能同学搞不清楚这个问题了 还有呢就是我们再回过头来 再看一下工具案 这里呢还会有一个这个轨道摄像机工具 这个轨道摄像机工具呢 其实就是等于摄像机里面的这个摇 我们这个拍摄的几种其他手法一般都是这个推拉摇集嘛 我们刚才一页给大家说过了 或者推拉也呢 也呢给大家做个做个演示 那在这里呢 其实它是一个摇啊 镜头的这个摇板 那我们现在通过镜头的这个摇板呢 可以转到我们的这个素材的侧面 或者它的后面去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就是我们 因为我们现在导入进来的这张图片呢 它是一个批性机的这个素材 它只是二维的这张图片而已 所以说呢我们刚才也说过 就是二维的图片呢 我们给它转到这个侧面上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其实只是一条线 它是没有任何厚度的 所以说我们在做类似于这种效果的这种图片的时候呢 它的旋转角度 大家也要注意 不要给它调的过大了 而最上方的这一排的这个工具呢 是统一摄像机工具 那么统一摄像机工具呢 其实是下方三个工具的一个综合体 那比如说我们选择这个统一摄像机工具以后呢 我们安住鼠标组件不放呢 是旋转工具 也就是一摄像机工具